Hello大家好我是潘大师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那么这一把的话 队友开局就吵架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原因就是因为 队友选了个医生 然后就开始 有一点点不和谐的声音 我倒觉得无所谓 这队友认真的玩就行了 选什么角色是人家的权利嘛 对吧 好好打就行 专心破译 然后我这边先打一个洞 我这医生挨了一刀 这屠夫是个厂长 祭司最好是开黑打 路人局的祭司更多的是考验你的一个大局关 你的打洞都要有一些比较好的预见性才行 然后我这边跟他说一下 专心破译 他能懂吗 他当然最好 这边有洞给他 还是不行也就算了 没关系 我们打好自己的就可以 大洞的话 因为是前锋会去救一波人 屠夫是厂长 我们看情况 待会再说 这里再给他打个洞 我的洞还是比较显眼的 他如果 诶 来了 可以 这大哥你走呀 你这 我也是没看懂这 诶 这屠夫肯定是穿洞过来的 他这这这边在摸了 这 你不是吓人吗 我这里再给他打个洞 他把我的洞打掉 那要来追我吗 兄弟 追我可就不好玩咯 医生已经摸满了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两个洞 虽然说没有交流 但是医生应该是看到了这个洞 然后自己 看到了这个洞 然后自己就穿过来了 结果 诶 前锋撞了一刷 可以 我这边还有一个洞 不知道医生知不知道 交闪线再打 现在的洞不够 哎呦 炸了一下 我在看这边 怎么样 再去打一个洞 前锋在这边 那这里应该是能挂上了 挂上以后 我这个洞该怎么打 其实我这边有这样一个洞 如果说前锋薄命能救下来 我这边打一个 大洞 咬 给这个好像也不是特别有用啊 那打也打了算了 接一下吧 医生穿进来 然后穿大洞走啊 不过这个洞有点近 怎么人全在这里 这边好像没有打算去救的意思啊 我们这边也不管 前锋一直在他周围有搏命 好 他来打我的洞 能救下来吗 扯下来了 打了一刀 哎呦 大哥 你 他应该是没有看见 不过 问题不大 来 挨一刀 拉远 把他摸起来 那个谁那个谁那个谁帮个忙啊 一起摸一下呀 这个人是过半的 无情无义魔术师帮忙扛一刀吧 剩下的就看他自己了 保到死啊 保到死 保到死 这边有加速 前面有块板子 下板 继续保 这个没必要保 哎呦 前锋靠你了 撞好的 继续 这边有洞 对 走动 好的 那这一波算是拼尽全力啊 把人给保了下来 屠夫选择传送 我这边把他的娃娃给拆了 可以看到大家打的还是非常的和谐嘛 虽然说赛前有些不和谐的声音 主要是这个魔术师 不过主要是这个魔术师 无情无义魔术师 打了一刀魔术 继续拆 现在最后一台电击是清除了在小房 医生已经摸满血 场面上面已经没有人是非常危险的 医生怎么样也不会一刀倒吧 不会再吃个震慑吧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最好找到医生 让他来摸我一下 来 赶紧摸满了以后 我们去修电击 这把很有可能能够争取一个三跑 前锋还是非常给力啊 这把 再修一台 然后拉一个大洞 医院里面是有医生的 我这边拉一个大洞给医生 这医生怎么跟过来了 不是你们这 来打我 打 技能都不用掏 就等你来打我 那边的电击应该差不多了 对吧 对吧 你不打我 我就 诶 这里 一个飞天刀 逆马鸡压好了 没关系 来 好好救一波就行 我手上三个洞好吧 救下来以后直接冲医院了 一点问题没有 前方向水回很秀啊 直接翻啊 直接翻交互直接翻 下那亮了 站 前方好像挨了一刀娃娃刀 这电击 有点难受 为什么这样子 快走 哈哈哈 快走 医生救命 为什么每当我自信满满的时候刚开始对医生自信满满 然后这医生震慑了 然后这里自信满满 医生上挂飞 我也上挂飞 看他追死 秒了前锋 很好 他拆娃娃 我开门 看这个动作 没有投娃娃的动作 这把三跑了 虽然说出现了一些些的意外 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好的 快队帮忙 好 nice 队友很灵性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